我不要說去車頭啦 我以後林佳穎也有10萬里 還要出走呢 你給我帶你去哪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她叫林王秀金 她是我妈妈 在我离家十一年之后 传说金鱼只有三秒钟的记忆 所以当她在水里游了一圈之后 这个世界对她来说 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部戏叫做金鱼妈妈 那很符合主题的就是在讲述 妈妈跟女儿的一个故事 那所谓金鱼妈妈大家都知道 金鱼的记忆力是很短的 所以在讲这个妈妈其实生病了 有大大小小的争执 但其实彼此都很爱对方 一直到最后 得知妈妈生病 然后开始照顾妈妈 开始想念 以前失去的很多时光 那时候才觉得 早知道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不要这么不懂事 应该多跟妈妈多相处 我们才有很多的回忆 所以其实是在讲母亲女儿 然后还有早发现失智症的 我们的家的习 这场这边有没有写的 到这儿呢 你自己看 什么从M走到M 谁走到M 鬼才看得懂 要我交几遍啊 哪会去从血啊 哪会去从血啊 喔 那是什么啊 喔 啊你说话就说话 你百人家要做哪一年啊 谁啊 我妈 你白不敢把你干什么叫雷毛啊 我们也是白不洗呢 你妈要来干嘛 你来干嘛啦 你来干嘛啦 我跟你在做哪 你说咧 怎样 现在是出来工作都要带妈妈来 是不是啊 怎样 不高兴可以跟你妈回去啊 欸 你这人说话感到很难听啊 你叫我妈回来啦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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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抱歉的啦 你要再说话好吗 林家宜啊 我把你吃得这么大 你来台北和这些人的糟蹋 你头上是拍去了啊 走啦 回去高兴啦 不要啦 我场地表要不要剪 我马上剪 你不要再求我啦 你来啦 走啦 你不要在这儿乱啦 我在做工作呢 你怎么会让我都买啦 你都去给我们拍啦 走 早点再问咧 还要不要拍戏啊 你走啦 别再求我啦 这次是这样的房子 你还要做 妈 我一旦来台北 我就不去走 你快走 我一旦要不去 你快走 我一旦要不去 你快走 我一旦走路 你叫我走就走 我跟你说 你旦那里了 若是没对我回来 我就不走 没有人叫你来啊 你 我去找你 你找你啦 哎 喂 你一旦都摸到那儿 撒到那儿去 跑到那儿去 对啊 打开就这样啊 实在是 哎呦 哎呦 这是对啊 你不是要带我去你住的地方 啊 就是这啦 对 大家收工以后 这都是我的啦 里面还有蛮大的 真的 而且啊 我们自助人对我很好耶 他说我还没有租到房子之前 我都可以住在这边 而且又不用水电 哈 是说不错啦 别人都没呢 哎 哎 你干啥啊你 走啦 等你去哪里 你东西稍微 走 快点 我败啦 我没钱啦 好啊 你没钱 你没话有啦 你睡肚子 你敢是去吃点啊 走啦 好啊 台白露霞 只能拼在买三十四千块 你去团 你去啊 我真不小心 这一支你开下去 整个火 就是你看这一块太大 好 你叫露霞 那当然 因为这出戏最主要 还是要讲这对美女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会去 希望能够传达出 这个母亲 因为这个母亲 其实是一个 外表很很 我觉得这是很硬的一个母亲 但是里面是很热的 那尤其是面对这样的病症的时候 这母亲其实一开始是 没有办法接受的 然后非常的 觉得得这个病好像 很丢脸 或者是被 怕被别人当笑的这样子 所以她必须要 开始接受自己 慢慢一步一步 即将走到说 她会忘记她身边所有的人 包括她最亲爱的家人 妈 妈 你真的都没感觉 你这两个人变得乖乖吗 你每天找我你的肥包 你会看有得好充充 你也没记住 阿狗 整天怀疑爸在外面 到外面找我玩了 我就是怀疑我偷偷你的钱 妈 你破坏了 哥哥我破坏了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我不是怕死 我是怕说 有一天 我连我自己 我都不知道 那就表示说 你爸爸 我也不忍 你家庆 我也不忍 令你 我也不忍 什么事情都不忍不忍 这样我来说 什么意义 你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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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妈妈到最后 已经到了发病的时候 她已经完全 忘记了 她女儿了 或是她 她 应该是说她记得的女儿 是她心里面 那个记忆中的那个女儿 那当现在 活生这个女儿 站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是叫她 我叫她 我叫她 什么的 然后我记得 我们是在西子湾的 马桶 拍那个 黄昏 然后那时候她有穿 我记得那时候在拍的时候 现场虽然时间很赶 可是我还蛮有感觉 那一场戏 而且我记得 我回头跟乔乔说 这个红豆瓶麻烦你带到台北 给我女儿 然后我就跟她 举功 然后我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因为我 拜托别人 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所以我就会很臭名 这样跟她讲 然后我对她举了一个功 然后对她 抱了一个很客气的微笑 然后导演记得 有给那个微笑特写 我自己在拍那个时候 我其实我心里还蛮 波涛胸 我好想哭 我 要挂吗 妈 挂牙 咱俩有夕阳 很漂亮 哎呦 她要挂山 我要挂山去煮饭 煮饭 小姐 小姐 你真漂亮 你怎么也没挂山去煮饭 你怎么有一个女儿 在海边 那一个人摸那么多 很危险 快回去吧 你说你台北来的 这样 我给你拜托 这个 这个 你带给我们吃的 好吗 她最爱吃这个 只有这个很重要 爱吃 不知道有什么好吃 再拜托你 我会挂山去煮饭 谢谢 因为我本身 我妈妈就是 私自身的 满足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 当年我离开高雄 来台北 与我妈妈发生之间的一些争执 以及后来 她生病之后 我的感受跟家里面 从一开始不愿意相信 到接受 到 无能为力改变 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是她唯一的女儿 她曾经 那么挂念着我 可是 有一天她却再也不认得我 我觉得事实上对家属来说 就好像 就比身体识别 还让人家痛苦 因为 她站在我面前 其实就是两个世界 我进不去她的世界 她也会不来我的世界 我终于明白 在我妈妈 像金鱼只记得三秒的世界里 不断重复的 其实不是一个新世界 而是同一个让她一直牵挂着的 我的世界 但是我觉得很好 是 那我也要 Wide Yu 你 不愿意 我 有 三月二十七号晚上十点 中视频道 金鱼妈妈 加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